Yo,大家好,我是汉格,今天继续来跟进语谈的消息 那印度公开赛终于在1月16日圆满落幕了 那这次的比赛比较可惜,因为很多的选手都推赛了 不过大马军团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首先是黄志勇方面,他成功超越了8强的目标 首次在超级500赛,晶级4强 可惜,输给追踪夺冠的拉萨生 他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以对手暂至3回合才分出胜负 主要看来黄志勇还是要在力量上继续加强 他打球非常聪明,只需要提高爆发力就能够把自己的能力 在网上提高一个档次了 而黄志勇在Instagram上表示,自己对结果满意 并清楚知道接下来自己有哪方面需要进步 而他的世界排名预计将提升到前45左右 而南双方面,达马的王妖星及张玉宇在对上印尼的爸爸组合时 则是以0比2拜北止步办决赛 而爸爸组合则是在决赛败给了印度组合收获亚军 爸爸组合果然还是饱到位了 也希望新宇组合能够继续加油 而女双方面,达马代表徐家文以林秋仙在霸强以1比2的成绩败给对手 而徐家文也表示,这次止步霸强很不幸 因为本来是想趁着这次比较少顶级选手参赛的情况下 获得更多的积分 那现阶段世界排名第88的两人,希望在接下来两战的印度赛中至少晋级4强 那他们的长期目标是晋级2028离奥运 但现阶段来说,他们想要获得参加今年世锦赛的机会 那希望他们加油,一起来提升马来西亚的女双 而婚双方面,这次马来西亚也算是派出了许多的选手 最终,白糖组合在半决赛的内战中成功战胜赛会头号种子 陈建明赖配军组合,首次晋级超级500赛决赛 可惜,在决赛对上新加坡的夫妻组合徐永凯成为韩石 以0比2白北,无人收获首个超级赛冠军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坐在场边执教新加坡队伍的 正是大马前总教练叶景福 是又一名在海外执教的大马教练 首次搭档合作参赛的陈炳顺及肖子宣组合也表示 这次第一次合作就对上有经验的种子组合并不容易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让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弱点和水平在哪里 他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进步 并能够更好地培养默契 他们即将参加下一场印度公开赛了 至于洛杰U,他的半决赛的对手杨参 因为新冠疫情退赛了,所以直接晋级决赛 不过,在对上主场作战的拉萨生时 在经过54分钟的战斗后 最终以2比0的成绩败给对手 这次晋级四强的三名选手都是安塞龙补习班的选手 看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要加入这个补习班了 这次大马的整体表现还算是不错 希望他们在印度要千万小心 尤其是那么多选手都退赛了 很难保证情况不会恶化 希望在下个礼拜开打的比赛中 大马的选手也能够继续表现出色 下个比赛将会在1月18日同样在印度开打 是属于等级比较低的超级三百赛 接着我们来看看一下爱沙尼亚公开赛的成绩 大马决赛唯一的代表郭景洪 以0比2败给法国的5号种子 5元夺冠 而大马也另有两只男双 李炳坤雷生豪组合 及诺菲道斯和黄鲜为组合晋级四强 这场比赛主要是让大马小将参加了比赛 希望他们继续加油 感觉有越来越多的法国选手 已经在最近的比赛中慢慢提升了 可能接下来我们在语坛上会看到越来越多 法国的选手在比赛中拿出很好的表现 接下来把消息转向印度女丹新度 他在这次的印度公开赛中止步四强 也让他自2019年世锦赛夺冠之后 就未能再次收获冠军 这次被看好是他破冠军簧最好的机会 但可惜事与愿违 不过 新度表示自己目前正在加强自己的武器库 在新的一年提升自己的技术 并在今年的各个大赛中努力争取好成绩 而据他的教练透露 这项新武器正是他的防守能力 他们希望 这项新武器能够让他在对上戴子尹和拉查诺 这类很会假动作的选手时 能有更好的表现 而新度也在福布斯公布的2021最高收入的女性运动员中 排名第七 成为了唯一入榜的羽毛球选手 在2019年市警赛夺冠之后 新度成功签下巨额赞助合约 成为羽团最富有的球员 即使是在去年 他仍然赚进了720万美元 而近几年 新度更是积极投入到印度的女权问题 算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做出改变 据说新加坡政府也正在为洛建又寻找赞助商 会不会到时 洛建又也成为羽团其中一名最有权的选手呢 不过体育世界还是成绩至上 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 不要让自己也同样陷入冠军荒 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